雍正人生巅峰的时候 不是他当上皇帝 而是当雍亲王的时候 师弟主动向他下跪求饶 原来上回说道 康熙帝打算 让四爷雍正接下追回 国库一千万两银子的差事 众人为了让四爷宽献他们 于是在四爷回京这天摆下鸿门宴 第一关是规之建院 使用超过自己职位的礼仪 这是什么院 这好像是皇阿玛才能用的那个 唱一个玉 没到就下了套在等了 而且不只是音乐有问题 旗帜宫灯都多了 百官还直接跪拜 这要是稍有不慎 把柄被这么多人抓住 以后想要秉公执法可就难了 他马上派人过去 拢下四面龙旗 取下三盏宫灯 皇帝遇乐也换成了凯旋令 这才躲过了第一关 而第二关则更为刁损 自古人情关最难过 老三说的从何而来 就是问他完成了什么任务 从何而去是问他知不知道 接下来要去完成的任务 看破未食不饮酒 乳能吃好 能吃 饿着肚皮不吃饭 乳能吃好 不能吃 我也不能吃 接下来的 看破未食不饮酒 就是提醒老四注意这酒席背后的用意 跟他接下来的任务有关 一番对话 看色闻人间的吊书带 扯闲篇 确实在暗示老四 今天这酒不能喝 如此举重若清的地消息 小吴生息的就把想说的意思给传达到了 两兄弟间要是没点默契 还真玩不起来 另一方面 老三又做出搀扶老四入席的动作 这点也显示出他极高的情商 因为他是和兄弟们一块来的 对老四提示的太明显 难免得罪其他人 所以暗地里傍晚老四 明面上却是和兄弟们站在一块 摆出一副劝酒的架势 四爷心领神会 转身去和魏东平打招呼 也让老三有了借剖下的一个借口 第二关从老大的升官酒正式开始 这第一杯酒啊 我们同喝四阿哥晋升郡王 来干 大哥一句话 百官齐刷刷站起来 这是你喝了这酒 我们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老四一看这架势 马上以自己进封郡王乃皇上恩典 还没有谢恩 不敢受贺 这酒不喝 老十三见场面一度尴尬 出来打了个圆场 跟众人一起喝了一杯 随后是老八的功德卷 四哥此次正在上位朝廷分忧 下位百姓解难 救活无数生灵 真是功德无量啊 四哥 为此小弟敬一杯 四爷顺坡下驴 说起了灾民的生活简直是惨不忍躲 这酒他喝不下去 更何况老八 你有八贤王之称 这酒更加不能喝 老八败下阵来 给了十四阿哥眼神 让他上亲情酒 四哥 你我一母所生 你可知道 你在外面这几个月 鹅娘是如何挂念了 四爷打起了太极 说明日进宫请安时 当面陪鹅娘一起喝 眼看亲情酒胡奏笑 抱脾气的老实走不住了 使出终极大张面子酒 我是黄阿玛生的不争气的儿子 我知道 你更不会喝我的酒 可是我还要问你一句 我敬你一杯酒 如果你认我这个兄弟 就喝了他 说完直接跪下敬酒 这家是颇有些像今天的 你不喝就是不给我面子 一般被劝的人不好意思 还真喝了 这里补充一下 在现实历史中 老实在众皇子中 是地位尊崇 仅次于太子的存在 他母亲温惜贵妃 同康熙第二任皇后 孝昭人皇后 是亲姐妹 是清代唯一一位 有嗜好的贵妃 他们姐妹俩是康熙初年 四大佛政大臣之一的 太师国一公 贝碧龙的女儿 老实在康熙四十八年 授封郡王 同年老九 授封顾山贝子 老八还是贝勒 她是八爷党的地位象征 四爷幸好冷面王名声在外 要我喝酒可以 谁要你们答应还钱 最后 这场精心安排的酒席 值得不慌而散 其实 这一切都被康熙看在眼里 他特意先给四爷和十三 用了御膳 以示家许 其实到现在为止 四爷对这个差事 还是心里没底 必须要回去请教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乌思道 为了收复这个心高气傲的军师 为自己所用 四爷可是颇费了一番心思 早在两个月前 他就让年耕摇的妹子秋月 绕过乌先生的饮食起居 让他从落魄的牢狱 重新回到温柔富贵乡 接着又带领老婆和儿子行大礼 请乌先生做自己儿子的家师大人 以国事之礼代之 要知道在以前 中国最顶尖的文人 绝非金银财宝可以收买 他们都信奉是为之急折死 乌某一介寒儒又是坐过牢的行鱼之人 四爷为什么要请乌某出任世子的先生呢 四爷直接被出乌思道当年的文章 朝廷代其不畏伯矣 二军设心和其谬矣 当四爷把乌思道当年的文章背得到位如流 乌思道就下定了决心 卫思爷心中的宏图大志鞠躬尽瘁 他立刻就针对这次国库欠款 做了借款官员的用户画像 对比国库欠款的差事 接与不接得先看看借款官员的情形 这些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这第一类的情形是不得已而戒之 这一类人很多 一个四品金冠 一年的凤露银子才一百多两 这点钱养家糊口也仅温饱而已 如今摆一桌像样的酒宴就需十两银子 做一件像样的官服也要十两银子以上 王爷请算算 这个官一年下来得要多少银子开销 他不借就要戴 不借不戴就要甘手清贫 甘手清贫他还出来做官干什么 这第二类情形是不安分而戒之 这类人不多 但是他最不好对付啊 为什么 因为这一类人往往是有资历 有功劳 讲排场 讲阔气的大官功臣啊 他们中哪一位不是从小就跟着皇上 鞍前马后熬出来的心腹重臣 四爷 这些人欠国库的银子 那都在几十万两以上 果真要抄他们的家治 他们的罪 皇上念着旧情 能下得了这个手吗 这第三类人最可恶 纯属贪得无厌 唯利是图 只要能唠叨 就是拆了金鸾殿也毫不心疼啊 如今在京的几个重要衙门的 唐官司官 一见到别人借欠国库银两 他们也纷纷争着挪戒 反正是越多越好 哪管你国弱民贫 由于前两类人的欠款难以追回 这一类人也必然是攀比抵赖 有钱还了 还有除了这些官员 还有宗室王公啊 只怕连你的兄弟被子被了 也少不了啊 找先生的意思 这差事我不能接 一定要接 这么多阿哥 为什么就没有一个人 愿意出来接这个差事呢 是他们认为国库的欠款 不应该追回吗 不是 他们是抱着这么样一个心思 不愿意得罪人 更怕得罪了人 还追不回欠款 如果王爷您也不愿意接这个差事 那么皇上不是连一个愿意为他分忧的儿子都没有了吗 四爷听完 出神的望着乌司道 随即打了个哈欠 让乌司道早点休息 就走了 刘乌司道正在当场 四爷这时有了毒敌之心 因为在原著小说里 谁都看得出来太子威子不稳 迟早被废 作为太子党的成员 必须早做谋划 四爷请乌司道回来 并给足了他面子 并不是单纯的请他做孩子的老师 主要目的是作为谋审 为自己出谋划策 关于用户画像 谁都看得出来 不然那么多皇子干嘛唯恐避之不及 乌司道的厉害之处在于猜透了帝王心 四爷内心应该是欣喜的 这人找对了 但越是如此 越不能表现出来 尤其是这次关于户部欠款 是乌司道入府给自己出的第一次 越要保持镇定 不仅要镇定 还要表现得漫不经心 你可以出主意 但最终做决定的是我 先来个下马威 四爷遇下吉言 后面会有很多这样的剧情 怀揣着小九九的四爷找到了康熙帝 果然不出乌先生所料 你能看到这个弊端 说明你肯用心思 其实 朕何尝不清楚 朕几次想丈量全国的土地 按土地拿税 可以缓冲一下 可层层报上来的数字都是假的 康熙也想重新丈量土地 按土地拿税 但地方士神势力盘根错节 上下棋手 报上来的数据都是假的 康熙又急爱惜名胜 不愿严行俊法强推 得罪了士神七层 动了他们的根本利益 看看雍正后世被黑得多惨就知道了 这番父子君臣间的交谈 也为日后四爷继位后推行贪丁入母和士神一体当差 一体纳粮的税制改革埋下了土笔 而京城里头的官呢 弄得不到国库去借债的 反倒成了不合时宜 人太多了 是不好办 朕这么多儿子 就没有一个愿意承担追款的差事 就是康熙这一句 没有一个儿子愿意替自己分用 正与吴先生昨天的分析不谋而合 至此四爷再无犹豫 立刻向康熙讨了这个差事 但出乎他意料的是 康熙这次没有答应 让他带着十三阿哥一起追讨欠款 康熙的理由是 映祥就不要参与这个事了 也不必过多褒奖 映祥为什么不能褒奖 为什么不能担当这个差事 请华马明示 你真想知道 儿臣想知道 因为真想让你做一个真正的孤臣 其实康熙还有另外一份深意 这里我先卖个关子 之后再为大家讲解 至此雍正带领他的孤臣田文静进驻户部 开始了轰轰烈烈追逼国库敬喊的行动 拒绝白嫖从你我做起 下棋更精彩